奇怪 一定有炸彈真的通關嘛 基本上有內鬼應該是確定的 美國不知道這件事 因為這不符合美國的利益 對美國來講最好是 烏克蘭部隊集結的時候 你俄羅斯用核武去打 那他正當性最高 烏克蘭為什麼要幹這件事 拜登突然改口 說他要跟普京要在11月15號見面 他的想法一定是 如果這個邏輯是對的 就非常恐怖 那他會不會去炸會變成 虛榮時報剛剛寫的影片 我們知道嗎 說這個橋是誰炸的 這個人啊 诶 讀證不上走人司機 這個人在烏克蘭的內務部 內政部 上班上到7月 然後就離職 嗯哼 然後他說他就參與 爆炸這個橋的計畫 哇 所以抓到人就是他 這個沒有被抓到啦 是他 就是他有這樣的背景 有可能 他接受英國採訪啊 就登出來了 那顯然他很得意吧 那不管怎樣啦 反正就是說這個計畫在 所以他對橋非常瞭解 他說這個計畫在烏克蘭內部已經研究很久了 你知道下標喔 那有海上 有陸上 有空中 三個版本 就是說要怎麼把它炸掉 那目前找到的證據是 那個卡車啊 那個卡車因為他是在消酸胺 他是化學肥料的原料 所以他是合法的 所以為什麼檢查的時候會過 那重點是在於 爆炸裝置到底在哪裡 如果爆炸裝置是在那個卡車上面 那就表示有人作弊嘛 有人放行嘛 就是內印啦 那還有另外一種可能性 是爆炸裝置在另外一個小車上 或是裝在橋上呢 然後那個小車去撞他 這有可能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當場死亡是三個人 一個是卡車的司機 一個是小車上的兩個人 所以我坦白講 我們不知道那個爆炸裝置在哪裡 那因為那個卡車被炸 那引起了連鎖的爆炸 所以才有那麼大的爆炸威力 那有另外一說是說 把炸彈裝在那個運油的火車上 可是因為那個時間點 你說要讓兩個車平行 那個太難掌握了 他剛好爆的地方就在那個 運油卡車的下面 比較容易掌握的是 這個卡車接近運油卡車的時候 然後另外那個汽車撞上去 對 然後就連鎖 然後就引起了運油火車 小車爆在炸到卡車 卡車爆在炸到火車 目前的說法是傾向這樣 這合理 這最合理 那還有另外一種說法是說 卡車上有爆炸裝置 那在克制海的附近有小船 然後用遙控器讓他的炸彈爆炸 那他就要用那個很遠的望遠鏡看 然後看到他接近運油火車的時候 然後按下去引爆 這也是做得到的 就現在傳出的是這兩種說法 這個甚至連那個無人機都可以 無人機遙控爆炸機也是可以 沒有發現 就是空中的跟海下的 他們都有研究方案 可是後來 這個就是事後的證據 沒有發現空中跟海下的資訊 就是證據 我們現在純就證據論證據 就是說沒有導彈 因為導彈會有軌跡 而且導彈不太可能 你算得那麼準 因為是行進中的目標 你導彈設定一個坐標 打過來剛好兩個靠在一起 這個不太可能 這個難度太高了 所以比較可能的是究竟 就因為他接近的時候 你就究竟把它炸彈 那要嘛就自殺炸彈 要嘛就是有人遙控 然後遠遠的看 接近了就按下去 這兩種可能性都有 不過就是說奇怪 這麼縝密的橋 怎麼會能夠通關啊 這麼好突破 因為一定有炸彈真的通關嘛 不然怎麼會爆炸呢 不管是什麼大車小車 就算是小車 它也是要過得去啊 因為小車灣不會自己炸 對啊 一定要有引爆裝置 當然 所以基本上有內軌 應該是確定的 有內軌 那另外 就是你在問嘛 說為什麼 我認為美國不知道這件事 因為這不符合美國的利益 沒錯 太精準了 因為對美國來講 最好是 烏克蘭部隊集結的時候 你俄羅斯用核武去打 對 那它正當性最高 對 我們現在是來講正當性 沒錯 所以你不能夠 而且你去打人家的民用設施 因為這個橋基本上 軍隊沒有在用嘛 那大部分都是民用的嘛 這個違反戰爭法耶 它又不在戰場範圍 對 而且你又去打 克斯萊霞是在俄羅斯境內 你等於是打俄羅斯領土 是 美國怎麼會希望你這樣幹 我覺得 因為你這樣幹 就有一個邏輯存在 就是我希望把戰爭升級 對 把北約給弄進來 脫下水 對嘛 所以這個不是美國的邏輯 沒錯 這個是烏克蘭的邏輯 沒錯 對不對 那你就要問說 烏克蘭為什麼要幹這件事 你記不記得拜登突然改口 說他要跟普京要在 11月15號見面 對 那之前不是說不讓普京參加G20嗎 對 那他做了一個重大改口對不對 對 你如果是烏克蘭的激進派 你會怎麼想 開玩笑 進個屁啊 我要破壞你們 任何見面的可能性 不過他的想法一定是 你是不是要出賣我 對啊當然啊 對不對 因為你跟普京見面 不可能是在那邊吵架 你又不會帶著哲倫時機去 你一定是在談 這個怎麼處理 對嘛 怎麼處理烏克蘭的利益都有商 一定是犧牲烏克蘭 是大商小商的問題嘛 總之就是要讓這個戰爭不要再打了嘛 沒錯 不然就會合戰嘛 當然 對拜登來講就是要避免合戰嘛 嗯 而且 美國還在一個多禮拜前啊 由美國的軍情單位釋放一個訊息 嗯 說那個Dugin女兒 汽車爆炸案是烏克蘭幹的 烏克蘭搞的 對 對不對 對 然後說我們都不知情喔 我們都不知道 你想你如果是烏克蘭的軍情單位 你是 你是火冒三丈在肚子 還有美國媒體說 是時候放棄烏克蘭囉 沒有啦那個不要理他啦 我們只講政府單位啦 我們只講政府單位啦 我的意思是說 你如果是烏克蘭的軍情單位 而且你也是類似像亞素營那種 極端的民族主義者 你會怎麼想 那美國肯定是 你知道我的意思吧 你把我抖出來幹嘛 要把我賣了 你就是在向俄羅斯示好嘛 對 說這不是我幹的 那我們十一月十五即將見面嘛 所以我們醞釀一下 好感嘛 好感嘛 對不對 所以你剛剛那個結論 就一定出來了嘛 我要讓你破局 對 我要你沒得談 所以這件事就完全合理了 所有的東西都勾串一下 你現在四個州被你給弄丟了 普京就硬幹 看你是沒責啊 你如果是右翼 你就會說你這沒責啊 我看不出你能幹嘛 美國眼看著也沒有要幫我們 那是不是自己來 那我跟你講 如果這個邏輯是對的 就非常恐怖 非常危險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我如果都可以用自殺炸彈 來配你一個克里米亞大橋 我知道你會回擊我 我不管 我就是要讓你破局 那他會不會去造核電廠 會喔 那不是更可怕嗎 我還去再賭你那個 克里米亞運河的水喔 那個還簡單啊 我跟你講 札波羅斯的核電廠就在他的境內 是 而且現在兩軍還在對峙 對 俄羅斯並沒有全部佔領 他是控制了核電廠 可是札波羅斯還在打 那把核電廠炸 你去想一想 那等於就是個核彈啊 拜登想了是不是頭皮發麻 真的 真的 所以這個這裡面就 就寒冰鋼的邏輯就會進來了 就美國就會想說你到底幹嘛啊 所以就這個會影響到他後續的軍援啊 對 可是恐怖主義者是不管這個的 當然啊 因為什麼叫恐怖主義 恐怖主義的本質就是我打不過你 可是我小嘛 你抓不到 那我就用各種手段 造成一個很痛的破壞 可是我還是打不贏你啊 你知道我的意思 就是這樣嘛 那引起世界關注 那我 你基本上誰叫你核電廠就在這裡 所以炸核電廠就變成它的 永遠的恐嚇手段 對 我們來幫大家科普一下囉 水神跟病毒或家中的細菌作用之後 就會還原成水 不會殘留 也不會污染 如果家中呢 有淫髮族 有兒童 有孕婦 都適用 如果您想購買的話 當然會再快點購購買 才是最划算的 Ivo